人称大刘的华人置业0127前主席刘鸾雄突然宣布 今日下午3030分举行记者会就近日网络上的文做出回应 大刘澄清太太甘比从来没有为公司施200亿元 取同我赚超过200亿亿数品投资就有 大刘指所有投资损失都是他自己 所有有关他投资施的报道都是虚构及严重造谣 对于有内媒指投资恒大时40万零500多亿元 大刘指要是乎计不计算中的盈利 恒大我都有赚过 但被问及整个恒大头亏损 他则只耿记无打你了 但最少我无实笔人扣 然 大刘又在记者会上表示 后悔成年前帮个见 吕立军献名吕佩玲 当时误想取破产 帝凡转头 取破产好过 点之取有自己网上打授 做而加开 大刘透露 吕立军聘请前杂志总编辑 做网络打 他指 甘比曾经劝阻他不要澄清 怕影响子女 但 称如果有人入屋杀我屋起人 我博左 贪左 都要 也 去年12月 大刘被拍到与旧爱吕立军同时现身 试谱 之后更传出两人复合 大刘年初召开记者 承轻否认外 更净寸吕立军 并直指对方因有困 而向他求助 以具有留意财经金融地产的人好 会知 而传出吕立军在投资失利损失高达20亿元 后商业协议内容曝光 大刘以个人名义向吕立 买入位于湾子一环顶层特色户 成交价4000万元 虽刘鸾雄为全港知名富商 身家千亿 但是刺刘鸾使用首置名义 入市只支付最高楼价4.25%的税款 有 媒报道指 因恒大欠下2.3万亿元人民币的负债 其合同负债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 而大刘与太太陈凯 甘比义是受害者之一 该文章指刘鸾雄夫妇曾 中国恒大重要股东 持有中国恒大9%的股份 在颠17期账面最高盈利近100亿港元 2019年末 刘鸾雄夫也曾获得中国恒大17亿元的分红 不过如今清 恒大预计和即将亏损超过110亿港元 更需要变卖数品套现 大刘夫妇在2021年时透过自己极其下化 估售中国恒大股票 两人持有的中国恒大仅于6.2 股较同年9月10日的10.56亿股大减4.36亿股 至少在套现9.89亿 经过连番减持后 刘鸾雄夫妇当时仍持有的中恒大股票只占发行量4.68% 低于5%的必须披露门槛 故后即使两夫妇在减持恒大 也无需再做公开批 而去年3月 华智曾发出赢警 截至2021年底止赢转亏 32亿至38亿元 而恒大股份的已变现即未变现亏损 约109.2亿元 华智当时预计 全年收入跌52%至62% 以其2020年收 录30.4亿元计算 意味收入录11.6亿至14.6亿元 亏损约32亿至38元 前年同期则赚6.2亿元 在中国恒大投资方面 华表示受到该股因为流动资金及持续经营问题 利下降及派息率减少 甚至面对收紧借贷比率 测等影响 至股价下跌 因此华智分别录得已变 亏损及未变现亏损约78.7亿 即30.5亿元 并强调有关亏 并非现金项目 因此对现金流量并无构成影响 投选心目中把ESG实践的最好的机构赢主题 圆门券 星岛头条UP 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 浏览更精彩内容